日志初期,台湾总督府不但以武力镇压风起云涌的武装抗热浪潮 更在所有的世界相装设置警察派出所 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、调查人口、负责卫生工作、并监督地方的公共事务 由于警察的权责几乎无所不包,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人们因而称呼警察为大人 台湾也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 总督府为巩固殖民统治,利用中国固有的保假制度 将汉人、平普族人以实户编为一假 假设假长,使假为一宝,宝设保证 保假内的居民负有连坐责任 保证、假长的职务在配合警察执行业务 使上亿下达、下勤上达成为基层行政的辅助机关 地方上的就业辅导、户口调查、预防疾病等工作 都由保假配合警察执行 保假内的青壮男子又组成壮丁团 由警察指挥监督 主要任务有防范盗匪、警戒天灾、维持治安等 壮丁团成立后 成为协助总督府镇压武装抗日的重要工具 对所谓搜缴土匪可说颇有攻击 保假组织与警察制度的配合 使总督府有效达成稳定统治的目的 对所谓搜缴土匪可说预防